周三 众议院通过了1.9万亿新冠纾困法案 目前法案已经获得参众两院的通过 预计将于周五由拜登总统签署生效 国会两党对于这项法案有怎样的看法 法案生效对于美国社会来说意味着什么 下面我们连线记者海伦来了解详情 海伦 是的 卡拉 今天众议院是通过审议表决 最终通过了这个1万9千亿美元的新冠纾困法案 也是在本周五的时候拜登总统会进行签署 这个包含了个人补助金 个人补助金企业救助金 以及这个新冠疫苗接种等多个领域的这个法案 被视作是美国自60年代以来最大的一个反贫困的措施 那么也是拜登政府上台以来 以及这个民主党掌控国会的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以来 获得的最大的一个立法方面的成就 那么民主党在国会两院的这个席位优势 使得这个法案的通过没有太大的悬念 但是过去的这整个过程也是经历了不小的争议 那么上周六参议院是在修改了包括15美金的最低工资等一些款项之后 才得以通过的这个法案 那么在这50位的共和党籍的参议院中是没有一位表示了支持 在之后众议院的投票中也是一样 那么共和党籍的参众议员呢 他们之所以担忧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法案会给美国带来税收方面的压力 那么还有对于在美国的经济体中注入如此多的一个资金 是否会造成通货膨胀表示担忧 以及呢他们对于这个法案中的一些细节也是不予赞同 例如在收入75000美金以内的这些个人 如果在过去的这个疫情当中并没有失去工作 或者是经历收入的减少 他们是不是应该获得这1400美金的支票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两党的议员具体怎么说 国会众议院民主党党团主席来自纽约州的哈基姆 杰弗里斯众议员星切尔对媒体表示 疫情纾困法案将有助于拜登行政当局履行疫情防控和提振经济的承诺 书困法案上个星期在参议院以一票之差过关 由于两院通过的版本存在若干分歧 众议院需要对法案进行最终表决 通过后即可交由拜登总统签字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呼吁众议院的共和党人支持这项法案 但是共和党人对于这项法案仍然持怀疑态度 他们警告说这项法案将进一步加剧美国的财政赤字和国债 法案生效后 预计会有将近一亿六千户的美国家庭受到直接付款援助 此外这项庞大的法案还包括企业紧急救助 加快疫苗接种 以及帮助学校尽快开放等内容 美国之音电视新闻 不过这项法案在民众当中的支持度较高 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选民 尤其是对于这个可以拿到手的一千四百美金 以及对有孩子的家庭在税收方面的减免和现金的补助 有调查显示这份法案将使1310万美国的儿童和成年人脱贫 这其中包含了年纪在18周岁以下的570万的未成年人 白宫方面表示 本周五拜登总统将签署这项法案 并且全速推进法案的各项措施 明天是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为全球性流行病的一周年 所以拜登总统也将发表讲话来纪念美国人民在过去一周年当中 做出的这些牺牲以及美国的社区和家庭所经历的巨大的损失 卡拉 好了 感谢海伦的连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